大家好,大家平安 我是大保法王Johnny 我带着多年在保险与法律界修罗厂修道的经验 来为大家解答保险、法律的各种疑难杂症 又到了毕业的季节 很多的毕业生都纷纷的投入职场 但是也有一些的年轻人 他为了要达成财务自由的梦想 选择了自己创业 根据经济部统计 创业的行业前五名 几乎全部都是餐饮业 如果你自己想要创业开一家餐厅 到底要不要买保险 要买保险的话 应该要买什么样的保险 先来看看一些实际发生的例子 有一家餐厅 有一天他来了一位七十几岁的老伯伯 在上楼梯的时候就划了一跤 结果老人最不敢在拔党 他这一摔竟然就瘫痪了 他就去告这家餐厅 最后法院到了这家餐厅的现场 勘验之后发现 这家餐厅事实上是有电梯的 但是他没有适当地去引导老弱妇孺 搭这个电梯 因此判决餐厅要赔偿这位老伯伯 三百六十几万 第二件事情是有一个厨师 他在一家餐厅的厨房里面工作 那这个厨房里面的管线 事实上分布的蛮乱的 有一天他就经过这个走道的时候 刚好脚就勾到了电线的下面 人就绊倒了 左手就泡到了滚烫的油锅里面 造成了他第二度和第三度的烫伤 治疗好以后呢 他的手产生了疤痕的永久性的增生 他后来也告了这个雇主 你如果要开一家餐厅的话 老实说风险还蛮高的 各种状况你都会遇到 所以这个时候呢 最好的方式当然就是买一些保险 一般来讲有三个很重要的要素 第一个叫做场所 第二个呢叫做员工 第三个叫做顾客 也就是客人 根据内政部消防署的统计 所谓的炉火烹调 多年以来占据火灾发生原因排行榜的第一名 而且呢他占所有的火灾总件数 百分之四十 那餐厅的营业场所呢 刚好他就是一个使用炉火烹调的场所 所以说呢为了避免发生火灾 大部分的营业场所的主人 都应该要去买商业火灾保险 你保了商业火灾保险之后呢 不管是因为火灾爆炸 或者是因为累积起火 造成了你建筑物本身的损伤 或者导致你的身材设备 或者是其他机器设备的损害呢 这些都可以由保险来理赔 那如果说我因为失火了之后呢 我有一段时间不能营业 那这个营业损失 保险是不是也可以理赔呢 不好意思 这个时候火灾保险本身不理赔这个事项 如果你希望因为火灾导致营业中断 这样子的损失也要由保险来理赔的话 那你就要去另外买一个东西 叫做营业中断保险 那第二个部分呢 当然就是员工 我们要知道员工呢 是跟你一起打拼 一起生财的伙伴 所以说你当一个老板 你当然要妥善的照顾他们 当然法律有规定 你要帮员工投保 劳保和健保 但是除此之外呢 你还有没有什么保险 要帮员工来买的呢 原则上呢 你可以帮员工买一个东西 叫做团体伤害保险 那团体伤害保险呢 你可以跟员工约定 全部由我雇主自己来承担 或者是一部分由我雇主自己来负担 员工只要负担一部分就好 那这样子可以说是给员工一个很好的福利措施 除了员工的福利之外呢 我们也不得不注意 在工作的场所里面 有没有可能受到伤害 就像我们刚刚分享的例子里面 他就是因为在工作的时候造成的伤害 这种叫做职灾 那职灾的话 当然劳保里面呢 有职灾补偿的部分可以给付 但是通常劳保的给付的金额是很低的 这个时候劳工他在工作场所里面受伤 是因为你雇主对于这个工作场所的管理 没有妥善的缘故 雇主又不想要从自己口袋里面掏腰包的话 法王建议你应该要去买一个东西 叫做雇主责任保险 来cover你的损失 客人来到你的营业场所里面呢 必须要去妥善的管理 但是呢再妥善的管理呢 都难保不会发生意外 导致客人受伤 或者是财务的损失 你身为餐厅的经营者 你就是对客人发生了一个赔偿的责任 也就是因为这样 为了维护客人的安全 为了维护公共的安全 所以说呢 各县市的法律 其实都有要求餐厅的经营者呢 去投保一个公共意外责任险 因为你的营业场所的管理 有过错的时候 导致客人财务的损伤 或导致客人受伤 甚至死亡的时候呢 就可以由这个公共意外责任险 来cover这样子的损失 这个要用不同的保险来看 到底应该要买多少 如果以火灾保险来讲的话呢 法王建议最好的方式 当然就是买到足额 所谓的买到足额就是说 你的保险金额呢 一定要等于你的建筑物的价值 加上你的机器设备的价值 加上你身材设备的价值 以确保说真的发生损失的时候呢 保险金呢 可以全部cover你的损失 如果说你的保险费想要便宜一点的话呢 你也可以选择有自付额的保单 如果有一个损失发生了 保险公司所负担的部分呢 就是总保险金额减掉自付额的部分 那么选择有自付额的保单 如果说你的自付额越高的话 代表你自己承担的风险的程度越高 通常选择有自付额的保单的话 其实你的保险费可以省下4%到30% 那第二种呢是雇主责任保险的部分 你要买多少呢 那当然就是看你的员工的人数有多少 一般来讲 现在提供最基本保障的雇主责任保险 是这样子的 每一个员工如果受伤或死亡呢 其实他就是理赔20万 如果说一次的事件 保险公司就赔100万了 那你在这个保单的有效的期间内 保险公司大概就只会赔两次 所以他的上限是200万 再往上加呢每一个等级呢 当然金额就会往上加 如果是员工个人受伤或死亡的部分呢 每一个等级呢是往上加5万 如果说呢每一个事故 每一个等级是往上加50万 那在保险契约有效的期间内 理赔的总金额每一个等级是往上加100万 如果你选择有自付额的保单呢 保费一样像火灾保险一样可以扣减 最高保费可以扣减到15% 那最后一个部分呢是公共意外责任险的部分 这个部分比较复杂 因为公共意外责任险是各个县市的法规 强制要求餐厅的经营者要投保的 所以各个县市的法规呢 宽松和严谨的程度呢其实都不太一样 那如果是以台北市新北市台南市和高雄市为例的话 如果你的餐厅营业场所超过90平 你就强制必须要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而这个投保的金额呢最低最低呢 每一个客人的受伤或死亡最高理赔的金额要投保到300万 保险金额最高要投保到1500万 那如果是桃园市的话 你只要是60平的营业场所 你就必须要强制投保公共意外责任险 而且呢每一个客人的死亡你要帮他保到600万 那么总保险金额你就要投保到3000万 最严格的呢就要算是台中市 为什么 因为台中市规定45平的营业场所就必须要投保 但是每一个客人死亡呢 他的上限你要投保到300万 但是每一个事故的总保险金额 你也要投保到3000万 所以说当你要开餐厅的时候呢 你最好了解你餐厅的所在地那个县市 他对于公共意外责任险 每一个客人死亡或者是受伤 他的保险金额的上限是什么 总保险金额你要保到多少钱 还有你的营业场所多大就要投保 各个县市有不同 所以说开餐厅之前就要先查清楚 尝试新的事物呢总是会有风险 那与其说等到风险发生了再来后悔莫及 倒不如事先就有风险管理的观念 来把保险买好 最后法王还是要奉劝大家 有保险有波比 把所有的保险都买足 所有的风险管理的措施就做足 这样子你了解了吗 我是大宝法王 我专门破解保险市场上各种似是而非的观念 为云云众盛指引一条明路 点起一盏明灯 如果你有任何问题 欢迎在我们的下面留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赞分享 并且要订阅加上按一下我们的小铃铛 大宝法王说好险 我们下次再见哦 拜拜